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 我是三金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看一部 爱的战士徐元璇的乐园追放 欧派长腿顶功礼会 太空大战燃烧经费 这部电影的观看体验 可谓畅爽又深度 丝滑又不识内涵 建议反复观看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400年后的未来世界 高速发展的科技 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纳米机器人危机爆发后 地球环机器动崩溃 只剩下极少数的人类 仍愿意留在残破的地球生活 其余绝大部分人类 都选择抛弃肉身 把自己变成了数据人格 储存进了外太空 一个名叫乐园的数据系统 乐园就像是一个无比庞大 且还原真实世界的VR游戏 在这儿 人类完全摆脱了肉体的桎梏 不用吃饭睡觉 不会生病 可以永生 只要有足够的运算内存 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所以在乐园里 美女被搭讪时 可能会听到以下内容 哟 小姐姐的内存真大 人格信息真豪华 留个数据地址 方便日后联系啊 安吉拉就是个经常被搭讪 有着傲人欧派 哦不 傲人内存的小姐姐 她是乐园暗宝局的三等保卫官 说白了 就是个人形自走 三六地安全卫士 最近她正在忙着 对付一个来自地球的黑客 自乐园系统成立以来 她已经黑进了184次了 每次黑进了也不干坏事 就是单纯的给居民们播放一段宣传拓荒者计划的视频 那也就是寻找愿意前往外太空 探索宇宙的人类伙伴 这个黑客虽然还没有表现出什么攻击性 但他的存在对乐园来说始终都是个巨大的隐患 于是安保局高层决定派遣一批特工 前往地球消灭他 安吉拉为了能抢先其他人一步率先完成任务 在自己的肉身仅培育到16岁时 就强行与之合体前往地球了 地球这边负责协助这次行动的是一个叫丁格的男人 他与乐园算是合作关系 可丁格和安吉拉简直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丁格疯狂热音乐 走到哪儿都要背着一把吉他 安吉拉却觉得音乐就是噪音 是被文明淘汰的无用垃圾 丁格喜欢喝酒吃肉 和安吉拉却从不屑于像地球人一样吃饭睡觉 所以才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病倒了 不愧有丁格在他身边照顾 丁格是按地球上的生活规则 他看安吉拉的机器人作家又大又白 而且占了一只爆表 于是 鱼鱼鱼鱼几枪直接打包废 然后果断送去飞饼盒兽站换钱了 当然他这么做是出于好意 毕竟开着这么一台全宇宙精准定位的机器人 去找一个黑客 也就和裸奔没什么区别嘛 卖机器人换来的钱 丁格也是用在了搜集情报上 他们通过一个常年与黑客交易的商人 非常顺利的就查到了线索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黑客竟然是一台成了精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名叫猎犬 他经过千万次的升级 已经进化出了自我意识和完整人格 猎犬对人类完全没有敌意 而且毫无保留的向丁格和安吉拉 交代了他不断黑金乐园的原因 一个世纪以前各国政府为防备地球环境巨变 保护人类的安全 秘密筹备了两套计划 一个是寻找其他一具星球的拖荒者计划 另一个就是将人类数据化储存的乐园计划 两者同期进行且互相保密 算是竞争关系 后来纳米机器人危机爆发 人类选择了乐园计划离开地球 尚未完成的拖荒者计划也就逐渐被人类遗忘了 只有猎犬始终在按照人类给予他的使命 不曾间断地推进着拖荒者计划 时至今日 经过猎犬一百多年的努力 整个计划的关键 方舟号飞船终于要全面进攻了 现在只需要将地球上的动力推进装置 发射到太空与方舟号主体对接 再找到人类参与进这个计划 拖荒者计划就可以正式启动 虽说即便没有人类参与 方舟号也可以在宇宙中自行探索 可这个计划被创造的初衷 就是为人类探索宇宙提供服务 仿若没有人类参与这个项目 那猎犬和整个拖荒者计划的存在 也就没了意义 安基拉了解到这些后确信 猎犬对乐园不构成任何威胁 反倒能给生活在乐园底层的居民 提供另一种生活的选择 所以他决定回去 如实汇报这里的情况 争取让猎犬以合法的方式 进入乐园寻求伙伴 猎犬一边帮安基拉 搭建返回乐园的数据通道 一边听着他最爱的摇滚乐 丁格也很喜欢这首 两个人就像是找到了知音一般 聊着他们喜欢的乐队 聊着曾经的生活 这首看起来猎犬倒是比安基拉更小人呢 临走前 安基拉想邀请丁格跟他一起入住乐园 他仍相信摆脱了肉体束缚的自由 才是真正的自由 丁格却觉得 乐园所宣扬的自由就像是一场骗局 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决定了他们所能享受到的自由程度 贡献大的人在乐园里无所不能 无法提供价值的人 却会被冻结思想 限制行动 永久地封存在文件夹里吃灰 那时 永恒的生命就会变成煎熬 如果是在地球上 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管你是想做总统还是乞丐 是勤奋还是懒惰 都可以自由地选择 所以丁格说什么 都是不会去乐园的 宣说无果后 安基拉便独自返回乐园复命 并向安保局的高层提议 让猎犬合法进入乐园 让每一位居民 尤其是那些没有足够内存的居民 自由选择 是继续留在乐园生活 还是跟随猎犬探索宇宙 寻找新的栖息地 安基拉没想到 高层飞弹不接受她的提议 还强制命令她返回地球 彻底消灭猎犬 安基拉拒绝执行这样的任务 执意替猎犬辩护 结果被高层一气之下 剥夺了乐园居民权 永久性地关进了小黑屋 再无自由可言 安基拉知道自己没错 那些因为无法做出贡献 就被封禁处决的居民们也没错 在UB的监禁空间里 面对着未来将万年如一的景象 她突然理解了丁格的话 另一边 高层已经掌握了猎犬的具体位置 并下列让全部特工 不惜一切代价去消灭猎犬 猎犬也得知了安基拉被监禁的消息 她再次黑金乐园系统 把安基拉伪装成压缩包救了出来 也趁着这次机会 猎犬最后一次向乐园的全体居民 递出了拓荒者计划的邀请函 安基拉也彻底倒戈 决心永远离开乐园 帮猎犬完成拓荒者计划 临走前 他们还顺走了乐园最新的武器装备 一路躲避乐园的追击 回到了地球 此时 距离方舟号动力装置发射 仅剩不到20分钟 乐园特工到达发射基地 执行剿灭任务不到5分钟 愿意加入拓荒者计划的人类 为零 在这最后的时间里 安基拉和丁格必须要拖延时间 拼死也要挡住特工们的袭击 以确保发射工作正常进行 几波机战过后 安基拉和丁格都已经精疲力尽 拓荒者计划 供服宇宙的邀请 乐园居民仍无人应答 猎犬将最后的可能 放在了已经脱离乐园的安基拉身上 安基拉思索过后 还是拒绝了 因为她是初来乍到 面对孕运了人类的地球 都置之甚少的情况下 又如何能以人类的身份 去探索宇宙呢 可发射在即 依旧没有人类加入 猎犬已经准备宣布 放弃兔荒者计划了 但丁格却在这时制止了她 说兔荒者计划 还有一个人能够加入 人类的定义 早已随着肉铃分离 而暧昧不清了 可身为机器人的猎犬 却能够做到对朋友爽快人意 热爱音乐 真实回忆 将人类自己都忘记的梦想 完美地继承了下来 这样的她 早已经是人类了 所以挺起胸膛 出发吧 旅途中要是遇到了谁 就自报家门说 我是地球人的墨翼 就这样 猎犬作为人类的代表 向未知的宇宙出发了 而暗基拉则留在了地球上 和丁格生活在了一起 想必前途多难 却也得偿所愿 宇宙浩渺鲜河闪烁 乐园中的人类 依旧不知味地 过着自认为自由的生活 乐园安保局的高层 分别以宙斯 人王和加尼亚的形象存在着 宙斯在希腊神话中 是统治宇宙万物 至高无上的主神 人王则是佛教中 教徒对佛的尊称 加尼萨也叫巷头神 是印度的智慧之神 如果说 神可以创造生命 信仰可以置于痛苦 智慧可以促使文明的发生和进步 那么乐园的高层 大概已经掌握了人类的全部 一切的价值准则乃至道德规范 都有高层定义 他们用自由胁迫居民 剥夺人的信仰 将文化打上优良可烈的标签 人们必须要通过产生价值 来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 毫无作为的人 就要被永久地打包封禁 失去行动的自由 永恒的生命 只能用来感受孤独和寂寞 实在是可怕 文化也会被分级 就像他们给摇滚音乐 打上劣质文化的标签 人们也都照单全授 失去了思想上的自由 让身体不再能感受到痛苦或愉悦 信仰便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状态下 人类由何来自由可求 而影片中的三个主要角色 安吉拉 丁格和猎犬 他们在最后都自由地做出了选择 也各自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 比起把他们看作三种人类的象征 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 认知的三个阶段 安吉拉是初级 在被乐园放住 看透了乐园的真实面目后 她才开始认识地球 和被称为人类的自己 并且要学习适应身体 学会生活 就像是个懵懂的孩子 丁格是终极 不管是身体形态还是思想 都位于安吉拉和猎犬之间 也是电影中最接近我们认知的人 清醒又热情 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 也敢于为之战斗和牺牲 从头至尾都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猎犬则是高级 因为她更加理想化 不死不灭的身体 支撑她见证了时代和文明的兴衰 走过了人类寿命不可能超越的岁月 没有肉体上的感受 让她更能专注于精神 人类的意志 也在她不断升级的过程中 得到了淬炼 同时她还保有人类的感情 风趣幽默 最终实现了自己 也是人类的愿望 是人类探索精神 完美的体现和升华 生命能从虚无中诞生 本就是奇迹 自由也是生命 与生俱来的权利 自由的去选择 也终将能得到 自己所追求的自由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最后喜欢三天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